当选对台湾的政治将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就是终于台湾放下了蓝绿恶斗 那就是大家晓得蓝绿恶斗不能解决台湾实质上的问题 因此大家就不需要再靠招牌来领去或者是绑架人民 将对台湾的多元化的政治有重大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就是抛开过去的教堂式的统独之争 而真正务实地来处理台湾内部的问题 也务实地处理两岸的问题 更务实地处理我们台湾在国际上空间的这个问题 不幸发生了 其他两个大政党还继续当政 对台湾将持续地在蓝绿恶斗下去 绿营不会就轻易地放过 还在这个跟蓝营恶斗 蓝营也会坚持它自己的一些意识形态 在这种情况之下将是台湾很大的不行 所以我必须讲这是唯一一次台湾能够摆脱蓝绿 摆好好的就实质上的台湾的问题来做解决 我必须要很务实地这样讲 台湾面临60年以来最大的冲击和改变 不仅国际的社会做了改变 台湾的财政也面临着重大的冲击 台湾的经济和欧债的冲击 和我们产业的转型都需要做很重大的调整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